存储数据的 你想要在网上查找一份Fivecoin中GasFay的相关资料 于是打开了谷歌浏览器输入3w.百度.com回车 然后再搜索框输入FivecoinGasFay 浏览网页后发现IPFS冰链公众号 有篇Gas的文章写得不错 想要发给同事一起看 复制网址4m.cnb0ear到微信 但是粘贴出来的内容变成了httpsm.cnb0ear 你突然感到很疑惑http是什么 输出的前提是大量输入 我们不可能凭空变出来没有的东西 之所以可以在网上查找到这么多资料 就是因为个体 机构 组织将大量的数据存储到万维网络上的 每当电脑搜索框发出一个搜索指令 http协议就会在万维网络这个海量数据中 快速寻找出你需要的那个 回想一下我们平时线上保存文件时 一般是将文件通过网络添加到网盘客户端 上传到某一个在线存储网盘 关闭存储软件 一段时间后再打开这个云盘 忽然发现文件消失或者被毁坏了 而且因为云盘的存储特性是全部保存 且无备份 所以文件消失就是消失了 这种所有信息都以完整的形式 存储在一个固定服务器上 若服务器发生意外存储信息就会泄露 丢失对于重要信息的保存有一定风险 同时又因为所有信息在一个服务器上 若某一信息同一时客访问量过多 也容易导致服务器崩溃 所以下载速度也慢 这种传统的存储方式对于我们来说简单也习惯了 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份急需隐私性 安全性且希望永久储存的文档 这时该怎么办呢 是否有一种存储方式可以和http存储进行互补 在数据隐私与永久安全上给予一定保障 或许可以了解一下另一种底层协议 一种分布式存储的新方式IPFS 那么IPFS又是如何存储数据的呢 假如你想上传一部电影到IPFS网络中 首先需要将电影添加到IPFS客户端 IPFS会将这部电影进行运算 并给出一个EQM开头的哈希值 随后将这部电影进行拆分 拆分后的每一部分分散的存储在全球不同的IPFS网络节点上 如果有人想访问这部电影 只需要输入前面所获得的哈希值 就可以在IPFS网络中找到并下载这部电影 这个过程就像将完整的一幅画 做成300块的加密拼图 每个人手里都有一块 而只有拿特定拼图续号密码的人 才能将这300块拼图完整拼出 这就是IPFS存储数据的方式 IPFS在数据存储方面采用的是分散式的文件存储 区别于http协议的位置寻指 IPFS是基于内容寻指 当文件上传到IPFS节点存储时 节点会对文件进行mercodec 默克尔有向无环图的格式组织分块存储 在存储完毕后 文件将以mercodec的跟哈希数来表示该文件 用户可以从IPFS构建的网络中 以dht分布式哈希表的方式获取文件 这样你的数据就被存储于IPFS网络了